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显出身来 他冲着唐冰和唐柔友善的一笑 唐柔有些害羞 和牧尘对视以后就移开了目光 而唐冰呢 则是有些戒备的盯着牧尘 看来经历了之前曹丰的事情 他对任何接近九幽的男人都是有些戒心的 这是牧尘 我这次能成功的杜劫 还多亏了他呢 啊 这是唐冰 唐柔 牧尘 他们都是我的妹妹 听到牧尘帮了九幽这么大忙 这唐柔才忍不害羞 对牧尘投去感激的目光 而唐冰呢 也是多看了几眼 牧尘 然后冲他微微点头 小冰儿 你冲击至尊镜 需要多少至尊灵液啊 九幽突然问着 嗯 起码 起码需要一千滴 牧尘温言笑了一下 他手掌一握 一个闪烁着光芒的玉瓶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然后他把玉瓶 递给了唐冰 唐冰姐 这里面有两千滴至尊灵液 应该足够你突破了 在得到柳明的须弥浊以后 牧尘也从中获得一笔不小的至尊灵液 所以出手也颇为大方 唐冰一愣 并没有接过来 他看向了九幽 在看到九幽点头以后 这才轻轻的接过来 那俏脸上的冰冷也终于柔和了一些 谢谢了 以后 牧尘也会是我们九幽宫的人 大家呢 也算是一家人了 我打算 让牧尘 用我们九幽宫的那个统领的名额 去争够大罗金池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听九幽这么一说 唐冰唐柔再度愣了一下 他们对视了一眼 欲言又止 怎么了 怎么了 难道小兵儿也打算去吗 嗯 姐姐 嗯 不是的 这件事情当然是姐姐说了算的 唐冰连忙摇头 他犹豫了一下 这才苦笑着说 前两年的时候 我们九幽宫 每年的那个争夺大罗金池的名额 被血英王强行用以牵敌至尊灵业 买了过去 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反抗 所以 我们九幽宫 已经很久 没有争夺 大罗金池的资格了 他的话刚刚落下 九幽的脸彻底的冰冷了下来 他紧咬着牙 双目喷火 血英王这个王八蛋 真是欺人太甚 宫殿前头 九幽的脸上布满着冰霜 眼睛里头 怒火在涌动着 牧尘也在一旁 皱了皱眉 看来 那个什么血英王 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做的事情 都是如此的令人不迟 九幽的怒火 渐渐渐平息下来 声音逐渐平静 但是其中的冰冷却是掩饰不住的 从今以后 名额 我们九幽宫收回来 明天 我去一趟九王会议 让他们知道 我九幽 回来了 看看以后 究竟还有谁 敢给我们九幽宫使绊子 那些拿了我们九幽宫东西的人 都得全部的还回来 唐冰和唐柔 都是点了点头 眼镜当中 有些喜悦 如今 九幽渡劫 成功回来 实力暴涨 他的实力 是不弱于其他人 他们九幽宫 总算是有了可依靠的人 小冰儿 如今大罗天狱内 有资格争夺 大罗金池 名额的首领 有多少 唐冰的眼睛 看了一眼 站在九幽身旁的牧尘 他的眼睛很漂亮 如果他眼中 一片冰冷的时候 会让他有巨人 千里之外的感觉 可一旦眼中 有了一些其他的情绪 那就是漂亮的眼睛 顿时就变得灵动起来 甚至隐隐的 还有一些小小的妩媚 很是动人 而此时呢 他看向牧尘的眼睛里 就充斥了一些质疑 因为他从牧尘身上 感觉到的那种压迫感 与如今大罗天狱当中的那些赫赫有名的统领相比 似乎有着不小的差距 他很怀疑 牧尘是否真的拥有和那些天才统领争锋的资格 不过怀疑归怀疑 但是依旧还是认真的回答着 他说 现在大罗天狱内一共有十八位统领 都是属于其他霸王的麾下 我们九幽宫曾经有一位 可如今 他所说的那位 自然就是已经脱离了九幽宫的曹峰 九幽 微微点头 脸色一片平静 姐姐 这十八位统领当中 如今名气最大的 就是其中的四大统领 四大统领之首 就是修罗王麾下的徐青 如今的他 早已进入二品之尊 我想 或许九幽姐姐 对他是有些印象的 哦 徐青 没想到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子 竟然这么厉害了 九幽姐 据说呀 这个徐青 一直很喜欢你来着 这些年 大罗天狱里边 可有不少优秀的女孩子 对他倾慕 可是呢 从没见他动心过 九幽 轻轻弹了一下 唐柔光洁的额头 你别瞎说了 我可跟他没有多少接触 小冰儿 你接着说 嗯 四大统领排名第二的 就是列山王麾下的周月 排名第三的 是血英王麾下的 名为吴天 他是血英王前些年 从外面带回大罗天狱的 短短几年的时间 这个吴天 就一跃成为四大统领之一 晋升速度 是令人侧目的 那 第四位呢 嗯 这 第四位 也是血英王麾下 是曹锋吗 嗯 看来啊 他还真是找对了靠山 短短几年就爬到这一步了 姐姐 四大统领中的前三位 应该都拥有二品之尊的实力 至于曹锋 据说 他也是处于一品之尊的顶峰 随时都能进入二品之尊 所以 一品之尊当中 他几乎是没有对手的 而大罗金池的名额 刚好只有四个 所以 如果 他要取得资格的话 那么 就必须打败 四大统领当中的一人 牧尘轻轻点头 唐兵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四大统领当中 相对而言 实力最弱的就是曹锋 所以 如果他想要获得进入大罗金池的资格 就必须要打败这个曹锋 而唐兵 显然是并不认为牧尘能够做到这一点 虽然他很讨厌曹锋那个家伙 但是 他能够攀爬到四大统领的位置 的确是有一些不弱的能耐的 怎么样啊 有信心没有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这一次啊 我们就放弃 牧尘望着九幽的眼睛 那看似平静的眼神 深处显然是有着一抹小小的期盼的 这个时候的牧尘 如果说没有信心而拒绝的话 恐怕九幽是会失望的 虽然还不知道那所谓的四大统领 有多厉害 不过呢 帝至尊我都没怕过 更何况一些二品至尊呢 你放心吧 这大罗金池 必然有我们九幽公的一份 九幽眉毛轻调起来 并没有说话 但是脸上的盈盈笑容 却是止不住的浮现出来 一旁的唐柔 也是有些惊奇的盯着颇有自信的牧尘 而唐兵则是一脸的审视 这种勇气的确是可嘉的 不过大罗金池的资格 可不光是靠勇气就能得来的 九幽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直接转过身去 对着大殿里边走了过去 只是在进入大殿的时候 他的脚步一顿 有声音传了出来 既然你都说了这话 那么不管参加的名额有多么难 我一定给你争取过来 话音落下 他已经迈入大殿 而唐柔则是稀奇的看了牧尘眼 赶紧跟了上去 牧尘靠着柱子 他望着九幽离去的背影 也是微微的笑了一下 他的眼中有些感动 从一离开北苍大陆以后 九幽一直在为他打算着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目标 所以他在尽可能的在他的能力之内 为他铺着道路 那是一条通往盖世强者的路 看来九幽姐姐对你挺好的嘛 唐冰站在一旁 那对恢复了冰冷的毛子 盯着牧尘 他的双手环抱在胸前 你和九幽姐姐是什么关系啊 唐冰审视着牧尘 这些年来 九幽公一直是他在掌管 所以多少有些气势 那审视的目光也颇有些压迫感 不过他的这种审视 对牧尘来说 显然是没有太大的作用 他冲着唐冰笑了一下 那种 就算我会重伤 也不会让他有一点事情的关系 对了 唐冰姐 九幽要拿回那个统领名额 是不是有些麻烦呢 大罗天狱 只有九王 而每一位王手中 都只有一个名额 那薛英王 夺走了我们九幽宫的名额 这些年来 占据了好处 你说 他会不会轻易的交出来呢 虽然九幽姐姐有天救皇大人的支持 可这大罗天狱也不是天救王大人一个人说了算的 不然的话 我们九幽宫这些年也不会过得这么惨 所以呢 明天的九王会议上 恐怕 不会太太平的 九幽姐姐对你很好 我希望 你不会是又一个曹锋 不然的话 不管九幽姐姐会不会阻止 我都绝不会放过你的 唐斌姐 你威胁人的时候 还挺漂亮的 唐斌的大眼睛忍不住在此时 争大了一些 他有些愤愤的盯着眼前微笑的少年 这个家伙和他认认真真的说话呢 他竟敢调戏自己 以往在九幽宫的时候 因为他的认真和严厉 九幽宫的人都有点怕他 哪敢这么跟他说话呢 所以一时间面对着牧尘的调笑 唐斌竟然有些回不过神了 放心吧 唐斌姐啊 那个曹锋 那个曹锋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虽然九幽在表面上 对那个曹锋的背叛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不过牧尘还是能够看见 他眼神深处的一丝伤感的 想来啊 这种背叛的感觉 是不怎么好的 唐斌愣住了 他盯着牧尘 犹豫了一下 你有这心就好了 那曹锋 不是简单的人物 你还是要尽量小心一些 好的 唐斌姐啊 你带我四处转一下吧 我以后也是九幽宫的人了呢 得熟悉一下地盘啊 唐斌美好气的看了他一眼 不过并没有拒绝 转身而去 牧尘也笑眯眯的跟了上去 第二天 还在清晨的时候 在九幽宫的大殿之前 就有众多人影在静等着 那紧闭的宫门缓缓的开启 一道修长的倩影 脉步 走了出来 那道倩影 身着贴身的黑色战甲 战甲紧贴着玲珑有致的身躯 显露出曼妙的曲线 在战甲上头 有着明确腾空的光纹 那么这道身影 自然就是有优劣 不过今天的他 比起以往 却多了一份英姿萨爽的美感 长发飘飘 眉宇间也多了一丝威严 恭迎无往 在九幽宫前 上千道九幽宫的人马 顿时在此时单膝跪下 整齐而激动的声音响彻起来 九幽 美目环视着 他只是轻轻点头 在他身后 牧尘 唐兵 唐柔 都静静的站立着 走吧 去见见 那些年来未见的家伙们 告诉他们 谁拿了我们九幽宫的东西 就得给我乖乖的还回来 九幽的眼睛里头 寒意涌动着 他一挥手 身躯已经化为光红 在他身后 牧尘三人立即跟上 也是煞气腾腾 到他身躁 感谢观看